大家好,今天是9月16日,星期四收市之后 恒生指数连续三天,每天四五百点跌幅 今天当然有点不同 就是今天跌穿了8月20日的低位 当时24,849,今天失落,都超过85点左右 现在情况下跌,当然不理想 而且今次除了科技的调控之外 市场真心一直在酝酿和恒大系相关的风险 包括内房、物管股份这几天都是急跌的 今天看到迫伏跌到上成交额榜 超过一成跌幅 还有其他负力、甚至世贸系等等 全部跌幅都是超过一成 千万不要打算留底,非常弱势 至于大家还见到内银股份、内险股份 都可能受到波及 我记得跟大家讲过 文行、信行这些要特别小心 而且全部这几个板块都是在国子里头 恒指国子穿了底 恒指如果这样跌,有机会下方要看2万3 还要明天和下星期一、二都是无北水 外资真是事无忌惮,为所欲为 所以我预计跌浪有可能到下星期二 中秋节前才好收手 目前这几天都是不移进续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